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然走之前我们人怎么梳理 360的考核怎么做 然后我们内部的组织架构怎么调整 然后第三就是我们所有的这种授权协作流程 怎么去重新流程再造 已经跟我们高校全部达成共识了 每个人都很清晰该怎么做了 当然做的过程中可不是一天两天做出来的 因为人太多了 一做都几个半年 所以我去美国上学之前 我们所有高校我们已经全部达成共识了 关键三方面 大家都很清晰了 今年我们就要把这三件事做好 这三件事没有一件有关增长的 都是我们内部系统管理方面的东西 与此同时业务是不能停止的 对 当然业务还会走 而且去年我们大家看我们增长依然非常好 然后当然每个都分工了 然后每个系法的分工全部分工好 我就走 让他们自己执行 在这分工过程中 其实有大量的高管团队人员协作 一个高管是不可能把这件事情做好的 必须几乎百分百的高管都要参与 才能把这三件事全部做好 实际上也是我不在 我不来在当中做一个协调人 就看我们这高管 你们自己的协作 能不能把这三件事都完成 如果完成了 我觉得这工程是ready了 明年我们可以考虑 如果做不了 那我们可能在2014年 再来一次休养生息 那我再亲自作证 还是要把这个内部 一定要把它全部理顺了之后 才能考虑别增 才能考虑增长 才能考虑上市 你就真的不管吗 这么说吧 我只参加过几次早会 然后邮件是正常 非有共同交流 就每个人工作 每个进度 因为我们有个州报告制度 美高管每周都要写报告给我的 在各大也还要看 都要看 每周都要看 所以我很清楚美高管 他的工作的进度是什么 他上周做了 下周做了 他的目标是什么 方向遇到困难是什么 都很清晰 那时候你多少人向你汇报 我们是 我们汇报的呢 跟这个人士的财献 叫ABC原则 直接向我汇报的 下面的汇报人 也要汇报给我 也就是C向B汇报的时候 要抄送给A 所以这样的我的收益 很多 我每周要收100多份 就是主报告 其实就看这100多份报告 再加上处理 那时间也不少的 所以我周末日 反而是最忙的 就在美国上校的时候 因为再加上管备生 我们还有这个上百名管备生 所以每周我收了200多封邮件 而且每封邮件 大家都写得很详细 就是这样你读这个200 其实我每周 相当于读了一个几万字的 一个一本书 有报告 对 去年上校 老实说 倒不是为了知识 求知识不是第一位的 我刚才说 第一位还是想 我离开的时候 把全部留从 看我们高文团内 就完全他们自主地去协作 到底能不能完成这三项 非常重大的 就是京东可以说十年以来 最重大的三次 三样的改造 第二就是 我也希望在十年的时候 我需要思考 原来我在中国上课的时候 也没时间思考 我过去九年时间都没有 没法系统化思考 我每年只能去沙漠 有个十天八天有几天 但是还是不够系统化 因为你的思考的 不但会被打断 就像刚才说 一旦我们谈话被打断的时候 我们思维流就会出现问题 你在沙漠里 白天跟队友穿沙漠 说很多的话 会被打断 晚上只能想几个 想几个 你就累了 困了 困着了 又被打断了 我希望能找一个地方 我能联系几个的 把一件事彻底把它想明白 当中没有人打扰我 没人不可以打断 我又不断的想 所以在美国八国的时间段 可以说 真的是让我十年以来 让我思考最酣散散的一次 非常的痛快 我觉得经过几个时间 我真的是把 首先对我自己 对这家公司 对我们团队 很多方面 我就从来没有想的这么清晰 包括把过去多少年的经济的理念 再次做了一些树立 形成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商业的理念 或者信仰 你在那的时候 你说你这个系统是怎么样一个系统 用什么样的方式 完成你这样一个 所谓的系统的思考 首先就是说 几个思考 我还是就是重新回到原点 坚守一件事情 就不要为今天的市场环境 不要为财务表现 不要因为上市或者不上市 就是不为外界所作所作 还是坚守过去十几年坚持的东西 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这件事我们必须的思考清楚 这家公司如果做的事情没有价值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做一个彻底的改造 不管财务表现多么好 所以几个第一点就是想明白 就是说我们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价值 有没有价值 我觉得你就从两方面来看 从用户角度来讲 是吧 首先就从用户角度 那么京东就是我们提供正面行货 多带发票 良好的售户服务 快速送货 然后价格也很便宜 特别我们现在上市了 也知道大家我们毛利率很低很低 也就是京东我们当中加大利润 可以说在全国所有的留守商里面 我们加的中间利润是最少的一家 我们把大部分利润还给我们消费者 这我坚信是给我们用户带来巨大价值 就从用户层面来讲 当然一家公司有的时候 彻底存在 你即使给你的用户带来价值了 你这家公司可能会出问题 甚至会倒闭 我们看到太多了 确实是你会用户高兴 用户很高兴 当然过几件事企业没有了 那么背后原因是什么 那么你到底还能不能为这行业 为这个社会带来一些价值 如果你能有了二者结合起来 我们分析 我在这里我想了一百多个企业 我也把这个读了我们的计量三十年 好多这种书 关于中国企业的看了 反复看了好几遍 我分析了这么多案例 我觉得如果他既能够创造社会价值 能创造客户价值的话 这个企业我没看哪企业倒闭 当然你别冒进 别出现资金链断链这种低级的这种错误 从你的商业的这种价值来讲的话 我没有看到哪公司会倒闭的 所以我看到京东的我们过去多多年 我们强调的就是我们是降低社会交易成本 提升社会交易效率 这可以说整个京东我们做所有投资 做物流 我们今天做困 我们见到所有东西 核心的背后就是说这家公司追溯这个等 所以这点我们想没有了 觉得公司方向没有错 根据我们现在已经公开了财务数 也可以看到 我们以前说过 我说我们希望是把中国的社会化物流成本 降低一半以上 因为现在整个中国的社会化物流成本 占我们GDP比值17%还要多 日本大概只有5%到6% 欧美的只有6%到7% 因为我们中国大量的企业利润被这种物流吞噬掉了 被渠道吞噬掉了 人渠道赚了钱 渠道也没赚到钱 为什么 因为整个行业效率太低 所以我们经常这种自营的模式 我们强调是大规模的批量从购乏上能采购 然后到消费者当中只经过两次搬运 减少物品的搬运次数 把中间环境全部去掉 这样就是有效的降低物流成本了 因为过去咱们中国的商品 你要从天空来看的话 中国所有的商品在征华大地上流动的时候是无序的 没有人去管理 是被无数的小流伤商 小经销商 大的代理商 无序的进行搬弄 是吧 一个比赁本从澄庆生产下来 如果搬到了上海 上海结果没卖出去搬到了济南 从济南又搬到了青岛 是吧 青岛又搬到了哪个商场 哪商场又卖出去 所以你看一片物品 每次搬运都是有成本的 而每次搬运的 搬运者其实赚不到几个钱 因为他做的事情很简单 没有多少价值 不可能有很多利润 但是每次搬运都需要时间 每件货在每一家公司库房 都要放个十天八天 所以消费者拿到手头 这个产品已经过了两个月了 经过六七四搬运 那么经销商 零售商 厂商利润都没有了 消费者也得到了 价格也很贵 所以咱们中国设备物流是什么太高 那么我们建政门物流强调什么 就是说你工厂大门到京东库房 京东库房到消费者家里面 两次搬运就可以 我们现在正启动一期 新的想法 希望五到七年的时间 所有标准的产品都能一次搬运 直接从你华为的手机的生产厂里面 直接搬到消费者家里去 连京东库房都不经过了 如果能实现物品一次搬运的话 那么它的物流成本一定是最低的 效率也一定是最好的 因为你只有经过一次两次搬运 所以你搬运的时间很短 你看现在的京东来买笔记本 买我们的手机 你看很多的人生产日期都是当用的 都当用了 因为我们这些产品库存库内 你只有10天到15天 一笔过几天到15天 全卖吧 而传统的流程上 你要去看它手机 基本上连过之前的 这效率是差很多 所以第一是思考咱们有没有价值 商业价值 对用户的价值 对社会的价值 这是一个思考的原点 对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你提高的效率 相当于是物流的效率 现在回过头去看你的整个物流体系的建设 你自己认为还是对的 对的 你看我们今天回来的时候 不仅仅就是说没有放慢 我们物流介绍的脚步 你看我们今天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已经公开在财报上面显示 我们见站 比过去五年新开的城市 新进入的时候还要多 这就是说 把它想清楚的时候 觉得自己做没有错 不管说外面有多少的质疑的声音 不管有很多人说 我们做多笨的 多么正 你不能赚成简单的快钱等等 你赚成辛苦等等 我们不为外界所动 因为我们坚持我们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事情 终究有一天会得到合理的回报的 在这个点上 往前一深一步 你做了三个信息流 物流 还有一个财务资金流 这三个流是你过去打下的 很重要的一个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倒三角 团队上面建了三个流 然后上面成本效益 价格产品和服务 对吧 这是你的 就是著名的京东三角 现在看三角有什么需要修正的 你在整个认知的过程里面 在这个疙瘩 没有 就在那个是金融商城的 倒三角 它可能不太适合金融集团 也不太适合拍拍网 那个倒三角只是金融商城的 是以我们自营为主的 这么一个业务模式 你在这个思考里面 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 就是说过去没有想到的 在这个比较离得远一点的地方 可以想到了 大的方向 其实公司的 就是我们的商业的理论 都没有任何问题 方向也没有问题 当然再仔细想 其实我们还有大量细节 会过去多少年来 做的不够好的 会想到很多细节 比较硬人 过去我们强调 只要员工不贪污 我们永远不会 不开除他 我几乎没有开除过 包括高管 有时候就轮岗了两三次 三次之后 还不行的 对 还不行 还给他找 就几乎处理能办退后状态了 然后还是觉得 他没有犯错误 没有给公司造成损 他只是业绩差 也没有发现贪污 这种行为 但是这次经过长期上思考 我觉得这是对他不负责任的 对公司不负责任 对他也不负责任 所以回来之后 第一次开飞的时候 我们刚晚上 我这次回来之后 会变得比较狠了 不像以前 当然我也跟大家详细解释 为什么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价值的 只要他是一个想干活的人 他又不计空门拐骗 不计贪污 不计做这种违法犯罪的事情 每个人天生我才避有应 上你造他来的 他一定有他价值 在经公司 几次找不到的话 实际上在这家公司 没有适合他的职位 也许他离开这家公司 到了别的公司的时候 表现非常好 业绩非常非常好 他也会很开心 其实很多老员工在这公司 一旦找不到这位 他自己也很痛苦 算是公司不让他走 他自己也知道自己 其实为这公司贡献 不像以前那么重要 算是公司过去 也很多老员工给了大量股票 是吧 因为很多股票原因 都觉得离开了 死人太多 就懂得在这儿 但其实你还浪费他很宝贵的人青春 也许这家公司 刚才说去了别公司 他比较非常非常好 只是说这家公司 暂时没有适合他职位 或者在这个发展阶段 是没有适合这一类人的一个职位 所以回来之后 就是说我们就 过去的这高管 老实话 主要都是在贪腐方面 非有些令人不放音的东西 苗头 或者公司也会有些证据的 可能不行 当然也有时候可能 自己辞职了 出于创业 或者更好的发展机会走着的 但这次飞来之后 我们是把 没有业绩的 对 有类似于半退休 半养老状态的同事 也请他们走了 当然走着我们股票 也提前给你兑现 你比方你一月份走 我把今天全年的股票都给你 你可以带走 这样也保护他个人的一些 所以同时也给他足够多的时间 其实更重要的是把你团队的士气给提升了 对 有这样一个人在里面是很麻烦的 因为他半退休 他带来一个负面的对干活的员工 带来很不好的一个影响 大家说我拼命干活的话 他不干活的话 也跟我一样 我们都是七年前八年前加入 都拿了一大堆股票 是吧 赚钱一样的 为什么我要天天还加班到十点钟 十一点钟 他天天到六点钟就走着了 对 所以他不仅仅是说 刚才说的方面 对县务员工的人心态营 也是很不好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在佣人上 对 跟你相不太一样了 还有哪些 还有呢 就是我花了一个多的时间 就是思考一个现象 因为老师说我们做了十几年 外界有很多对我们模式的质疑 员工 毕竟你不要最早的 跟了我很多年 离我比较近的人 他是对我们这种模式 他是有很深的 老师说是有信仰 他坚硬我们就没有 当然我们最近几年人员 现在几万人团内了 很多人都从来没有见过一次 而且我们又集中在几百个城市 非常分散 所以公司的很多人 经营理念 都很难经营传达 员工有时候看到 看这家公司都看新闻 看各种报道 来了解京东和了解我 当然你也知道 外面报道 其实我百分之九十都没真的采换过我的 因为我每年接受采换 其实次数很少 战来 公司我们很多员工 特别新员工 对我们的商业模式都会怀疑 说为什么我们这么做 你看我们财务现在还不赚钱 是吧 投资这么重 运营惯例压力这么大 是吧 但我们要做一个 比如纯平单的模式 我们不搞这张物流投资 也不要搞什么自营了 平单搭建起来 流量买进来 低买进来 高卖出去 就可以赚很多很多钱 所以如何从某种商业的理论方面去 给员工一个明确的解释 让所有员工相信 我们今天做的对的 能够让几万个团队中达成一个共识 我觉得这也是到京东 走到今天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 过去小时候你可以不开 你知道说几十个核心高楼团内 达成共识就可以了 至于说配送员 你又没这共识无所谓 但到今天为止不行 如果我们配送员的心理 我们打包的心理说 哎呀 不知道这公司有没有未来 他能不能在这公司干一辈子 一个快递员都在思考你们公司的战略 因为他在外面看了太多这种负面的报道 也过去了 可以说京东这种负面报道 永远是都一半以上的 最近一两年好多了 好很多 比如说2011年我们见面 你可以看到反正八九十都是负面的 正面效应我们都很难出处出去 对 所以在美国 我觉得我必须从理论上解释 你不能说 心里面相信我 我们将来是一定能赚钱的 是吧 大家既走不能为外 所动我们 可是大家不知道你为什么 是吧 你不能完全靠你的人格魅力 过去的我的人格魅力可以移行 我周围几十人几万人都可以移行 但是今天靠个人的魅力 你还移行几万人 这几乎不太可能 我们强调自己的价值和文化一样 但是我们还要敲下一个 就是一个共识 对我们商业理念的一个共识 非常简单 其实也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们都是做商品流通的企业 我们通过技术做供应链服务的 那么前端呢 应该是Brand Owner 就品牌所有者 而我们是一个竞争商城 不是整个竞争集团 竞争商城是一个在线零售商 这二者结合起来呢 就是形成一个商品的一个整体的一个供应链链条 从设计研发到组织原创料制造 是吧 到定价 然后到做市场 往上到呢 仓储物流 然后支付售后 然后呢 就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供应链链条 我们坚持认为 中国有些当这个市场是成熟阶段 因为中国的市场不够成熟 它有很多很多那种就是这个暂时性现象 如果有市场有点成熟的时候 你在链链里做的链链越多 你做的环境越多 你又有资格去获取更多的这种利润 说法就这样 你只有一个资格获取的一个个利润 短时间之后 短时间之后 你可能工程刚好原因 你这个链链链链变长 你会变断 让成熟的恢复这个一个平衡 因为十个环境都是必不可超 十个环境都是有价值的 都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么谁做了一个链链链 谁应该获取这个链链链利润 你做了三个链链链就获取三个链链利润 是什么东西让你得到的这样一个东西 你当时学的是什么课程呢 但不是课程 还是就是说我看了很多书 包括我们刚才说几档30年等等 各种上的书有大量的企业案例 我包括对各种能社长的找到比较靠谱的资源 刘传证的人证费的 所有企业家包括储事件等等 能找到各种资料网上能搜到各种朋友 我看了无数的资料文章评论甚至小道消息 当然有很多专业的论述 还有当时媒体报道 我看了太多大东西 把所有案例规则起来之后 你就发现当这个产业的链条的整个长度是一 这个利润是固定的 因为干净和干净仍然是有竞争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方你的手机 手机如果市场就你一家做手机了 你可以把干净做的很长 因为你是垄断的 你可以说我要赚起最大的利润 但是当你利润多到移动程度的时候 所有的有钱人都会想 我也去做手机去 因为这手机太赚钱了 然后无数座手机进来之后 就会把你链条成一个积断 利润变短变小 小道理已经低的威力了 甚至赔钱的时候 很多人要出局 行业要整合并购 甚至很多倒闭 然后竞争会减少 减少的利润会慢慢恢复 所以市场的竞争它是自然的调节了你整个实践干指的程度 也就是总利润相对比较稳定 短暂时可能变短了 可能变长了 变长了还要回过来 变短中间会回去了 比如今天的电商是过度竞争的 几乎所有的自营电商都不赚钱 李克星虽然赚钱但也微利了 就是很微的一个利润 这是不正常的 中间后一天市场的竞争费逐步走向成熟 大家的利润会获取合级的利润 所以市场调节的结果 那么我们再重新回到市场本身的话 每个环节的话 你就沿着价值量进行思考 随着你思考的不断的深入之后 自然就会形成这些利润 也就出来了 就能想明白了 那么就是说 比如我们今天配送 到底有没有价值 不管你设计怎么发展 你网线WiFi 你不能出来牛奶 有的人说有一天 那可能没有商品了 所有商品都3D打印了 我需要一个摄像机 家里弄个3D打印机 我就打印出来摄像机了 干嘛需要你京东 你物流也不需要了 但是你不要忘了 你还需要墨盒 墨盒也打 怎么不至于说3D打印 发展了牛道程度 有空气 都可以打印出来摄像机了 不可想象 当然如果实验那一天 其实公司存在价值也没有了 就没有能极端情况 就是京东人物流 是要把户物送给消费者 这是永远需要的 是不是需要的 你把它做好了 把成本做低了 服务做好了 是有价值的 是可以获利的 今天不获利 因为我们还在投资期 市场还有太多人不成熟 今天做的 将来可以获取很丰厚的回报 这是一个 这是跟原来不一样的细节 还想到哪些 回来有跟以前不同的实施方式 因为沙漠里 你只能看到沙的和天空 它就是非常那种纯净 纯粹的环境 没有任何那种颜色 没有那种干扰 没有噪音 连苍蝇纹都没有 几乎它是一个很纯净的环境里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的那种环境 就想思考 在人比较北京人大的都市里面 其实也很难思考 你海边上不可以吗 海边也行 但海边又没有运动 我还希望开车去穿沙漠 能有点挑战性 有运动 一个人吗 在沙漠里 不是 我们都是有团队的 一个人进行是出不来的 进行只好要三辆吃 第一三辆吃 几乎不可能出来的 它也是有种风险的 每年穿沙漠 国内都是出事的 都有人出事的 当然最近 我从去年 最后是三月份去穿沙漠之后 也就决定不再穿了 因为中国所有沙漠都穿烂了 全都穿过好多次了 都是 已经没有任何挑战也可以了 所以现在我每年也会去死沙漠 也紧紧去在沙漠边上搭个帐篷 跟朋友坐在沙漠边上聊天 第二天就回来了 穿烂的已经没有兴趣了 现在 你都穿完了 对 中国所有沙漠全部穿完了 所有沙漠 所有沙漠 大的 小的 不致命的 四十年钟只有几公里长的 特别小的沙漠我们都穿过 新疆那些大的沙漠都穿完了 都去过 当然我不是全程穿烂 只穿了一个脚 因为全程穿烂 一两个月才能穿过去 我没有这么多时间 因为沙漠的话 如果你不是直径式的穿越的话 可以穿很多脚 对 你就穿一次就完了 对 穿一次脚就好了 沙漠的气质 每个沙漠有不同的气质 其实你穿一点你就知道 这沙漠的气质是这样 你比如巴丹基林跟浑汉 跟库布奇 这三个就是在离北京最近的三个沙漠 三者的气质完全不一样 你要不要说说试试 你看他说几个沙漠的气质 你感觉的 你比如说巴丹基林沙漠 叫沙漠珠峰 是全世界沙滩高度最高的 最高的一个沙滩的一个大沙滩 达到800米高 相当于一座山了 一座小山了 这都是几亿年的风沙吹 能把一个沙子堆到800米高 还是很壮观的可以说是 它就不动了吗 堆在那儿就 还会动 但是还会移动 但是它高度 这个山一直在移动 对 还会缓慢的不断的移动 那你看到了 这看不到 那这个移动速度会很慢的 比如说可能一年移动个几厘米 或者十几厘米之类的 因为那每次风从北方 所以沙漠其实一直往北京方面移动的 一直往南 主要往南方向性移动 所以为什么沙漠离北京越来近 这倒是不是虚化的 所以沙漠是最难穿的 基本上就所有穿沙漠的人 可以说最有挑战的就是巴胆激烈 对 然后浑膳它实际上属于沙地 沙子非常非常的细软 哪怕平地的话 你可能沙车可能都陷下去 一陷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 可能四个轮就进去了 车直接就是躺在沙上去了 就像没有轮的一样 对 它那沙子非常非常细软 沙滩的高度很矮 但是行走非常非常困难 就稍不留神平地都可以陷下去 而比如像库布吉沙漠 它沙滩高度沙的很硬 沙的非常非常硬 所以几乎不用费力 你就可以穿过去很容易 要是一般玩 最好玩的是库布吉 因为穿的比较容易 就一般不是专业的时候也可以穿过去 又能看到很好的风景 要是说比如说喜欢水 喜欢水 就是说喜欢的人 行走特别特别困难的 那么就去浑扇 然后想去穿用最大的沙滩 去把它进行 所以每个沙漠都不一样的 还有白沙 有黄沙 还有黑沙 颜色也不一样 你每年穿沙漠 在里面获得了什么 第一 就是我每年是希望去大修一次 我过去七八年 每年都会有一个休假15天 不在公司的 只要15天不在公司 15天到20天之间的 这一习惯 因为我觉得人每天 其实真的很辛苦 你要是短暂一天两天的休息 已经无法把你身体的技能恢复了 必须要经过15天一样 长休 放松 才真正的把你身体的 急能给恢复过来 否则你每个细胞 每个肌肉都处于 非常绷紧的状态 短休没有硬 这就是为了休息的需要 第二 就是因为过去多少年 都是单身 有些穿沙漠的朋友 还是希望跟同学在一块 就是找朋友一块 在这还有挑战性 第三 就是你可以长时间思考 那个时候其实思考不是为主 实际上是放松 或者说换一个新鲜的场地 场景为主 第一个是休息 让自己的身体机能恢复 要不感觉是困 比如说困到 就是说你睡两天两夜 都不醒的状态 有时候真的是一天夜 都不怎么醒 24小时 对 喝了一点水 就睡 实在是累的困的不行了 就像这种状态的话 你短 通过周六周日的休息 已经不可能再恢复过来了 必须要经过这十几天的 这种连续休息 每次飞了才自己能感觉出来 自己的身体机能 彻底能够把它恢复回来 那我们现在也看到 你已经现在从自营模式 也在转向平台模式 是不是这个战略的思考 发生有一些位移呢 倒不是 我们转向平台是必然的选择 因为就是精通自营这种模式 我们有一类商品是无法做自营的 就是非标准化的 比如说服装 服装是根本没法做自营的 实际上你看 每个一个品牌 一个店 一个品牌 实际上是背后每个品牌上在经营 而不是说这个帽子 应用者在经营 所以不管线上线下 服装一般都是品牌所有者 能把它经营好 零用商 沃尔玛加入服务里面也有服装 但你看里面都能 类似于白牌一样 很便宜的 标准化的东西 而且很少 第一大的这种消费的品类 特别是女人 都是慢慢卖服装 我们长期间没有服装 留下来的一大帮大佬爷们的精通平台 超级理性的 永远不会说去随性购物 所以你的消费群体是以男性为主 过去都是这样的 从去年开始就不是这样了 对 现在来讲我们美国已经快 反正就是过来都是女性营妇 新注册的 对 那是冲着什么去的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了平台之后 有了化妆品 有了服装 开始吸引了这些消费者过来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平台看法 核心的是因为我们还有好几个类目 用自营认证方式是不可以做的 没想做的 是做不好的 你必须把这服装品牌 一个服装品牌引用过来 让这品牌所有者在平台进行进行 这样才能够实现消费者 以战事购物的需求 消费者并不愿意说 我买个电子产品跑到京东去 买个服装去跑到别的平台 买个书又跑到另外一个平台上去 对它在不同平台之间 浏览习惯 搜索习惯 是因为在平台上去做 它是最好的选择 它一定是希望找一个平台 它是最新来的 以最短的时间 最新来的方式去买东西 所以我们平台开放 是因为非标准化品类 无法用自营的模式去做 必须把平台开放出来 给别人去经营 因为当你做平台的时候 你有那么大份额的自营的部分 那这个东西有一点点像 又当教练 又在做球员 这个关系是怎么样来平衡呢 首先 这两个分类区隔很大 你比如说3C是我们自营的主要品类 3C我们也开放 但老实说 进来所有卖家跟京东美亚竞争的 你都可以做 我不排除任何卖家都可以来买 只要你是正规的卖家 你不可以卖水和假货 这是京东可以说一个生命线 实际的东西 我们跟别的平台一样 我们没一点价值了 但是就是说 任何一个卖家在京东平台上 包括在别的平台上 你如果也是正品行货 也要给消费者开放的话 跟京东公司根本没法竞争 因为我们今年都是几百亿 七八百亿的销售额 你任何单一卖家 一年卖个一亿都是很大的大卖家 但是你一个亿跟京东公司 八百亿采购到话语权 是吧 你谁拿水和假货来跟我拼 但我们拼来不可以卖水和假货 水和的苹果 水和的三星不可以卖 这样来卖正品行货 这些卖家实际上跟京东公司根本没法竞争 不是说我们做一个裁判员 偏向了自己 而是他竞争不过我们 糖尔倒立 非比较上产品 才是我们平台开放最主要的 而非比较上产品 跟我们自己是没有冲突的 卖服装的跟卖电子产品的 没有任何冲突 所以也不存在裁判员 运动的一个矛盾 所以今天我们开放平台 99%的人卖家 卖的东西京东都是不卖的 跟京东其实是没有竞争 这样化妆品 这一些女性用品的东西 基本上都跟你没竞争了 化妆品老说我们是自营为主 化妆品是自营为主 对 我们也开放平台 但我们开放都是有品质的卖家 比如屈真士 是吧 我们化妆品允许屈真士 在京东来卖化妆品 因为屈真士他不会卖假货水和 我们对屈真士这个公司 是承担着信任的 他也不敢砸自己的品牌 就是卖正面行活的 赚大钱都是卖假货水和的 这些人赚了很多钱 他有了钱的利润高 所以他也可以去买关键词 去买流量 去做广告 你卖正面号的利润很微薄 比如说京东我们卖正面号 大家看到我们的利润这么微薄一点点 我没办法一个点击给你5块钱 10块钱买你一个点击 没有我的利润支撑不了这么高的一个巨国港匯的 只有来卖假货水和的 我卖一个假的阿迪耐克鞋子 我都能赚200块钱 一个点击10块钱我不看 无所谓 所以这样来卖真的阿迪耐克鞋的人 一上去可能赚10块钱2块钱 但是他没有钱去做广告 他流量越来越少 所以就劣比猪量命 导致越来的卖家去去去去 因为卖家要生存 我们还可以有投资的钱 还可以支撑我们 我们今天投资还可以投资明天未来 得以小麦大将的话 你说他未来在哪了 他今天不赚钱明天就死掉了 他今天必须要赚钱 但这种规则你就引用他逼迫他 不得不去参加收假 他只能活下去 那服装呢 标准化服装 比如阿迪耐克都正在去 而且就是说你看现在发现 网上就能买假货的人 他知道是假货 所以长时间来说 我们这个消费者 消费者价值观都出现有些扭曲 我买一个100块钱买一个阿迪 在校园内穿的时候 没人能看到是假的 你花400多买一个阿迪 我买100多 穿到校园内走出去一样的效果 别人看都是我穿的一张阿迪的鞋 所以很多大学生他就说 他不愿意花钱买400多的 明正是假的 他就买了 所以他也不愿意去投资卖家等等 卖家很开心 既然打上阿迪的鞋 不打上阿迪鞋 一模样的 白牌子 你去动物园区 可能80块钱买到了 打上一个阿迪 一上一logo 另外卖120多占40块钱 重灾区你们都自营 自营或者是比如阿迪耐克 我们就是坚持 必须是阿迪耐克的授权 经销商人才可以来做 如果阿迪耐克不认可的话 我不会让你做 不管你 你活可能是真的 其实我们老说在平台管理过程中 有时候会误伤一些正规的卖家 确实是存在的现象 但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毕竟我不是神仙 我唯一做的就是说 你只要说你公司 没有像驱灵士 达到这种规模的时候 我就不让你来 对不起 请你走 你这样上面的卖家 显然的规模是有限的 其实从GMA的增速 平台交易增速 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你卖家越多的话 你卖东西越多 一定的 他越活越 下边一看 你这么多卖华商品 他就在够我信心 暂时费收集上 但是我们坚持认为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终究有一天 像刚才说的 穿一个假的阿滴鞋 还觉得很高兴 很厉害 你看我100块钱 我就穿给你400块钱 还觉得自己占的大便宜 这种观点 终究一天不会有的 特别等他工作了几年之后 他穿一个假鞋 他自己会觉得很适应 所以今天我们现在就服务这个群体 这个群体一定在逐步的扩大的 我坚信10年之内 绝大部分中国人不愿意再去买什么假货 也不愿意买什么走私货 到当时国家的能关税 进口的关税 也会逐步的降低的 让你给老百姓 那么假货随货在网上 空间会越来越少 当有一天 更多的消费者想买真货的时候 对证明有共生的认知的时候 那么京东坚持了10年20年 我们机会就越来越大 其实就是07年一直很漫长了 就是做了那么长时间 忽然亏下去了 这之所以亏 就是说我要走长路 我要做基础建设 我有一个信念 但是中间有过对自己发生动摇吗 因为人家很赚钱 没有 因为我在做电商前的六年 我也做传论学道的 京东在征官村 那时候我们叫京东多媒体 其实是个小柜台 都不能算是一个多大的公司 我们是有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 注资资本五十万 是一霸了 京东多媒体那时候在征官村 所谓卖碟片 那时候卖碟片 假货很多的 比如三菱微宝的碟片 正品行货大概五六块钱一张 一张碟片五六块钱 你去买莱德的那种白盘 找个四网印刷的 把它印成假的那种三菱的话 成本一块钱 都是卖五块钱 但是我从创业那天开始 都是正品行货 创业那开始 我们跟三菱公司 微宝公司直接合作 到今天为止 三菱所有中 我们多少年不做生意了 可以说 前几天三菱的 这个正品行货 特意过来看望我 我们还聊了一个晚上 聊得很开心 就说我很小的时候 我坚持了正品行货 我并不是自己受损 正是因为坚持了正品行货 才让我从正光村走出来 如果我去正光村创业那天开始 我也学旁边的柜台 也去卖假的铁片 我短时间可以赚两种钱 但绝对不可能今天的京东 我也不可能从正东东 卖家货所有的小柜台里面 我也不能得到这么多 这种真实的消息群体 当03天飞链期间的时候 我在网上卖东西的时候 也不会有这么多老用户响应 飞链期间 之所以在论坛发帖 就能敢把钱汇给你 正是一个论坛版主书 这家公司是在三年以来正光 我看到唯一一个 从来没卖过假货水货的一口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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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